笑不活了 这是什么雄精修罗场啊 张一杰看见萌星月内搭 穿了白色衬衫 开口就说她是心机不外 穿了滑仙喜欢的白色 还不服气地说 自己也穿了俩男的 吵得周易自己都插不进去滑 而且你还学她 你知道她喜欢白色 你就穿了白色 没有想到现在我穿的也是白色吧 是是是 那我也是白色 谁不是白色呢 那你就穿白色吧 我也穿白色呀 那我在上面我也学她 你们几个冷静一下 我今天真的 最好笑的是 说着说着 王兴月还跑周易直播间里 看见张一杰过来 直接就把她锁歪歪了 谁在外面 你上的你上的家主 我来送你个狗 我好可爱 他不想我说 我来这个曲过间 然后他到门锁 你让我把这个这个不看了 讲真的 众希武但凡有一点 王兴月的争气劲 也不至于坠气劲的这么艰难 所有跟华浅讨厌的东西沾边 王兴月全打打爷的名字 这即是来势汹汹的 三个男生惹华浅生气次数最多的是 大爷 大爷 越远越远越远 越远一发 对对对 华浅最喜欢的人是 我说华容 华森 华浅最讨厌的衣服颜色是 不得不说 周也和王兴月是真好客 直播的时候 肢体接触也超级自然 而且这俩人的采访 鱼很甜 周也被网友说 笑得跟王兴君一样善人 叶子直接撒着娇 让王兴月来评价自己 笑起来是可爱美人 不如笑是冰山美人 我说王兴月 你小子是贼在哪儿租的 怎么这么会说 野的笑的时候很可爱的 在我的视角里是可爱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发自内心的 野的笑起来的时候 一点也没有那种 大骗啊 骗人的笑容 是很真诚 很真诚的 那不笑的时候呢 不笑的时候 听笑美人呢 哎呦我的天哪 你私家也不这么好 看到这场采访 真的感觉 野子随时随地都在撒娇 评价王兴月就说的不正经 让他选择重心舞 还是要让王兴月给他转钱 周也啊 妥妥地吊些美女一枚了 你选的话 三个男性决会之间 你会选谁 你会转 转 好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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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那你一会转啊 好好好 评价一下 这三位男演员 兴月嘛 就是 嗯 一开始看见他 觉得他挺正经的 然后认识他之后 觉得他不正经 啊 我不正经吗 我真正经的一个人 不正经的点在哪呢 请问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所以别人调没调的不知道 反正王兴月是上根了 聊到去荒野求生 选择带着谁这个问题啊 王兴月说 不过是仲西武 还是对自己都要在花钱 不过说着说着 就变成对周也的彩虹屁输出了 好好好 你小子 脑子里全是我们周也了是吧 仲西武刀肯定选择带花钱嘛 然后 我还是会选择带花钱 因为周也就是很乐天派的一个人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都会让你很开心 不会让你把 不会让你沉浸在自己的一个情绪 不管我怎么样 他都会很 让我开心 开心最重要 对我来说 而且这俩人秀赖 有种不顾别人死活的感觉 周也在王兴月回答问题的时候 轻轻地说了一句 王兴月不靠谱 俩人就这么当着大家的面闹下来了 行 原来我们观众 是他们小星驴附类的一环 靠谱 靠谱 想的东西会更多 就是 你看 你这不是 你看 直播呢 现在没有直播 现在没有直播 我们家就畅聊 没有直播 上头关一下 我们家的处理人私事 对 那眼睛闭一下 大家把眼睛闭一下 不过王兴月能让周也说出 他什么话都能借助 那多少还是有点搞笑天赋呢 这个跟粉丝直播 最搞是张嘴就来呀 一本正经的说 零食不掉地上的他不吃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虾条啊 是我刚从地上捡起来吃的 大家知道吗 他不掉地上我是不吃的 所以经纪人 应该也很想把王兴月的嘴给堵上嘛 毕竟拿自己拒绝粉丝的要求 理由过好几轮也不太换呢 王兴月有 这没露吗 现在这个 我刚刚我经纪人拉 拉住我的手不让我露 说经纪人不让我露的 我是想露的 我太想露了 就我 你没有 你没人的手在哪 经纪人首先 拉着我手在 不要 哎好 就快过了 跳舞 这是可以跳的吗 那我跳了 我经纪人又拉住我的手了 王兴月不要动 最好笑的是 当初白露和张霖和互报本名的时候 坐在旁边的王兴月 突然就变成他俩炮灰了 他的发扬直到好像路边看戏 却突然被吹的感觉 所以怪不得周一也能跟他玩到一块呢 毕竟搞笑程度跟自己同频也是难得 要不是考古了 谁能想到美女还对过锅楼时的口径啊 姬妹们今天的穿搭可以吗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今天的穿搭 可以吗姬妹们 嗯 可以吗 说话呀 可以吗 不可以我也这么穿 别左右我 我愿意 这就是当代年轻人 冲浪广速太快的逼端了 跟陈飞鱼一起 采访听到主持人喊阿字 周也彻底绷不住了 而且就算他自己不搞笑 他也会从搞笑女孟子义的全世界路过 他来找我的时候呢 我晚上还是想去打牌 问他 我想打牌 他说我不想 我想跟你聊天 他说那你想去打牌吗 我说 当然我想跟你聊天啊 早着夜到夜 我怕睡觉 终于把他哄睡着了 我还拿手机试试 他睡着了 我下微信了 我说他们上角睡着了 下一楼等我 到了早上 因为小野一般都醒得挺早的 但是发动都越兴趣 然后前一楼我就赶紧去 偶尔也在 也有语出晶圆的时候 玩你有我没有的游戏 周也彻底 我有前夫 直接在这部间 随机吓死一个同事 我有前夫 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么敢说 你不要命了 这几个人 从在一起 就没有不好笑的时候 地铁跑酷 读文的宣传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这一下 真的遥遥领先 同行一大截了 我叫华浅 我回到了我的 大婚之夜 新婚丈夫 却抛下我了 去找新上人 上一次 我拆散了他们 这一次 我不再丢缠 不爱我的丈夫 却反对离婚 你想了别想